大家好 我是阿珠 有什么股票的指标是容易用又有效 当我十几年前刚刚进投资银行做trader的时候 我老板就教了用一个简单而有用的indicator 这个指标做专业投资的人会用或者听过 他就是Tom DeMarc的DeMarc Indicator Tom是一个很出名的技术分析师 他这个indicator有几十年的历史 最大的对冲基金 例如Paul Tudor Jones和管理超过20 billion美金的 Point 72都会用Tom DeMarc的indicator 它是一个reversal 反转的信号 就是专股股市什么时候见顶或者见底 在20年肺炎的时候 这个指标成功估中市场的低位 然后去到上个月5月的时候 当标普500跌到3,900 他就预测市场接着会反弹 出了这个prediction一个星期之后 指数就激烈反弹7% 可能这个indicator的timing真的很准 或者在行业里面还有很多机构投资者 很多大额还在用这个指标 用来帮他们决定什么时候还买卖 所以当指数预测市场会升 大额跟着买 那就造成一个自我实现预言的效应 今天影片我就会解释DeMarc Indicator 它背后的原理是怎样用这个指标 还有如果你按like subscribe 加上share这条影片给朋友看 我就会教你怎样可以免费拿到这个indicator 然后show a disclaimer 这条影片只是教育和娱乐用途 不是投资意见 不是推荐大家做任何金融产品交易 投资有风险要自己衡量了才好进行 我们首先去DeMarc Website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indicator指标 每一个有自己的名字 有13TM就是trademark 有9 有一个叫absolute retracement 有一个叫aggressive combo 那么多个indicator里面 最多人用的就是这个sequential 它的意思就是顺次序排 这个indicator背后的逻辑 是首先找出一个trend 一个方向的走势 然后它就会跟着这个trend 尝试察觉它的动力什么时候开始减弱 然后当价钱升幅减弱了 令到走势开始转 这个indicator就会找出那个turning point 然后在那里作出一个交易的讯号 就是如果trend本身是升的话 跟着动力减弱 它就会尝试在顶位做出沽货的讯号 它怎么决定什么时候是转弯位呢 这个indicator是一个technical的指标 它只会看股票的价钱 用来作出它的讯号 如果你在这个website按下去sequential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indicator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这个指标分开两期两个phase 第一个是setup phase 在这里它就会把现时的bar 如果你在用日常的chart 一个bar就代表一天 如果你在看intraday的图 一个bar可以代表5分钟15分钟1个钟 你设定什么都可以 在setup phase那时 它就会比较现时bar的closing price 比起四个bar之前的那个 如果是高过的话 和合递的条件 这个demark indicator 就会在图上写下一个数字 第一次就写1 如果跟着那一天它是合格的话 那它就会写2 第三天都合格 就会写3 一度这样下去 直至顺次序写到9为止 所以就叫做sequential indicator 当它成功去到9时 这个就是第一个reversal的signal 转弯的讯号 而它的预测 就会在跟着那一个 至到四个bar 走势会反转 如果你在用daily chart的话 每一个bar代表一天 那就代表它预测 在跟着那一至到四个交易天 就是股票会跌 这是个简单的解释 如果想详细知道的话 它可以去到它们的网页 接着看看实战的时候 这个指数是怎样的 这个就是标盘500指数 由今年2月至到4月 利用这个indicator的话 在2月的时候 就看到它开始倒数 绿色的数字 123456789 去到2月20多日的时候 就出了9字 它代表之前的跌势已经完了 接着市就会反弹 所以9那里就是一个卖入点 而指数的预测 就是在跟着那一至到四日 市重会反弹 in your case 它是有 由4200反弹到4400 去到3月中 我们又看到setup phase开始了 今次的数字是在bar的上面 代表现在是一个uptrend 而indicator就会猜 这个走势什么时候见顶 由3月中开始数 123456789 去到9那里就是sell signal 过了没多久 又有setup phase开始 又看到123456789 今次就是一个buy signal 在9那里买 然后市场就少少反弹 除了用在daily chart之外 demark的indicator 还可以用在intraday的time frame 例如这个图 就是标普500 每一个bar代表15分钟 用不同的time frame 你就会预测不同时间的交易 刚才daily chart的交易time frame 就是1至4日 如果15分钟的intraday chart 交易time frame 就会是15分钟至1个钟 刚才说过这个indicator分开两期 第一个就是setup 第二个phase叫做countdown 如果可以成功countdown的话 它的转细讯号会是强过setup那个 这里有另一set的规矩 每一个bar的价钱 是和两个bar之前的比较 而如果是合乎条件的话 你就会看到数字加到chart那里 第一个就是1 接着就顺势去23456 一度去到13为止 成功去到13就是转细的讯号 而这个reversal的signal 是强过setup时的9信号 我们再次看标盆500 这个图就由上年12月至到现在6月 我们由1月底开始看 绿色那里就是setup 123456789 成功setup了9反弹了几天 接着trend继续跌 同时countdown 因为12月底时又有setup 所以countdown就在1月底时开始了数 即是图上红色的数目字 按1月底开始 123456890 一度去到13 在3月16号就出了一个13的讯号 代表他预测这个down trend已经完 然后接着会reverse反弹上去 出了这个signal之后 指数就由4200 在两三个礼拜反弹了10% 去到4600 这个13的signal是少见一点的 下一次就去到5月那时 即是几个礼拜前 当S&P连跌了七个星期之后 去到5月中的指数去到3900时 Demarked Indicator再次出了13出来 代表见底讯号 然后市场在短时间就反弹了7% 这个指标除了可以用在market index之外 还可以用在其他资产 例如外汇 这个是日元美金的图 你看到几次去到9的setup signal之后 例如4月底5月底10月中 这个indicator是成功估中了低和高位的 除了外汇还可以用在股票上 这个是苹果的图 还可以用在加密货币上 这个是以太币 你看回Demarked turning point 这里的9和13 你都可以说它几准确 除了买入和估出信号 Demarked sequential indicator 还有risk level 在图上它会画一些 橙的绿色 紫色和红色线 有些人就会当它stop loss用 即是当指标估错的时候 就会用这些位置用来做指示 这个指标看起来这么厉害 如果想用的话怎么可以拿到呢 因为Demarked的生意是target机构投资者 所以要用它的indicators的话是不便宜的 例如我在bloombergsubscribe 每个月要付500美金4000港币 不过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免费拿到的 但你首先一定要按like这条片 以及分享给朋友 按过之后我就开股了 因为Demarked的indicators的计算 它公开讲出去 所以其实你可以跟回它的formular 这样砌这个indicator出来 如果不想自己打出来 你可以去trading view 找一个别人砌了出来的Demarked indicator 即是这样在trading view上面按indicators 然后就search demarked或者tom demarked 这些就不用钱的 是别人弄了indicator出来 然后分享给全世界用 我找了几个出来 他们的result和bloomberg 即是真的Demarked的indicators的讯号 是很相似 第一个是tom demarked sequential 左边白色的图就是trading view 右边深蓝色就是bloomberg 我们compare那些数字的setup和countdown 例如在最右手边开始 最recent的日子是7 之前的日子是6 然后5 4 3 2 1 基本上一模一样 然后做一个讯号 countdown那里 即是1至13 又是很相似 可能会有少少出入 depending我去什么时候开始数一样 但大致上这个免费的indicator 还有右手边每个月要给4000元一个 是一样 还有你可以在trading field参考 几个不同的demarked indicator 然后再选哪个最适合 另一个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这个demarked v3 version 3 如果你按这个bracket的icon 它就会expand 可以看它的code 这里就写了这个讯号的logic 就是基于一个modified version of original work of tom demarked as specified in the following publication 那你就可以去这个网页那里 就是这个 然后仔细地看 它每一样东西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这个demarked v3 trading view的指标 是demarked的combo indicator 和sequential那个有少少不同 然后第三个免费 我会介绍大家可以参考的 就是TD heatmap 这个好处就是它简化了很多东西 它用颜色用来表示 去到深红色就是卖的时候 去到深蓝就是博去反弹的时候 变成一看图就明白什么时候应该做买卖 最后就讲一下 我怎么用这个指标 和它有什么风险 首先要提醒大家 没有一个indicator 可以guarantee长远的帮你赚钱 有些指标在某些市场环境会有效一些 其他指标用在其他资产就会好一些 为什么我当时一入投资银行做trader 其中一个最早我学的indicator是这个 因为投资和交易好像玩poker game 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大户 经常你要估看别人在做什么 而因为市场上还有很多大的基金 在用demark 所以我身为一个trader 就要知道别人在看什么 然后利用这个资讯 我来帮我trade 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indicator有很多时候都很准 不过我不会只是靠它 用来决定什么时候买卖 我会用它用来配搭我其他策略 例如我有一个中线的交易机会 觉得某一只股票是跟随几个月会升的 那我就会用这个demark的indicator 拿一个reference什么时候可以存货 同样做day trade的时候 就会拿一个intraday的图 例如三分钟或者五分钟 加一个demark indicator上去 然后再配合我别的角度的看法 例如technical flow sentiment 股票升了多少等等 阿朱在投资银行做过 令到我知道股市里面的大恶 想什么和他们留意的东西 当我做交易的时候 我会配合这些元素下去 变成我不单止看技术分析 我还会用一个宏观的角度 我来分析个市场 增加我交易的胜利率 还有预测机构投资者的行动 如果你想在一个有经验的人上 学会交易的话 就join我的trading course 连续在下面 如果你想听阿朱分析个市场 还有他在留意什么的话 你可以join我的patreon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走之前记得按like 下次再见